好 那麼各位我們先來到這邊 OneNote.net 這個 那麼進入之後 我們剛有跟各位介紹 你可以用標準的會員登錄 那如果你覺得 我今天先玩看看也沒關係 反正我們今天的這個 課程的內容不都有公開 所以你回去之後 你再註冊再找一下也可以 那我們先用訪客的 剛剛有講過了 在這邊你可以按一下取得訪客代碼 那那個八位數 如果你下次還要繼續用的話 你就可以在這邊 把那個代碼打進去就好了 也就是說你剛取得了 你下次就直接進來 那麼各位你的什麼學習記錄 包括你加入哪些群組 你在裡面的閱讀的情形 通通都會幫你繼續保留 都會幫你繼續保留 所以你看我把它點一下 好 這裡有代碼了 那這個代碼不分大小寫 就是說他有英文的有素式的 英文就不分大小寫 那如果你在這邊 剛剛有提過忘記的沒關係 你進來之後呢 在右上角這裡 有沒有一樣有對不對 有同學很好奇 我們家的螢幕好像跟你不一樣 為什麼會放大對不對 這個老師上課或者同學 你在跟同學討論的時候好不好用 很好用對不對 放大一點 尤其是有時候網址或英文的內容 是不是這樣比較容易看得到 而且你有沒有發現我還可以操作 這免費的等一下給你 你都可以帶走 就算你不能帶走 自己回家加入群組就可以下載 好 OK 那你進來之後呢 右上角這裡有 那你可以先把這個地方 把它你的姓名先弄好 把它輸入一下 那好了之後呢 這樣加入了 我們今天群組在哪裡 在這邊 你進來這裡有發現 這裡有一定要發現 你在這邊所看到的 你在這裡所看到的都是公開的 都是公開的 也就是說 這是別人已經有共享出來 因為這個是一個 所謂的翻轉學習的平台 跟我們學校的一般的 所謂的數位學習平台 有一點點不一樣 各位 你喜不喜歡到學校的數位學習平台 通常都是有事才來對不對 所以有一首歌叫有事嗎 蛤 對不對 剛剛來的時候 小朋友在車上來在聽 有事才來 為什麼有事 因為要交作業 沒錯吧 大部分大家都不太 會主動說想要上去 因為上去 一來就是要交作業 不然 平常看教材 你大概不會想要上來 那翻轉學習平台 會比較希望打破 這樣的一個概念 也就是說 我今天不只在上面 只有什麼教材 還有作業 但是他還有很多所謂的互動 好很多是互動 等一下我們順便跟各位介紹一下 那我們在這個地方 我們先看一下 單元是等於說是教材的內容 課程就像你現在看到 比如說有化學的 理化的部分對不對 另外群組比較像是班級的概念 所以像我們研習的資料 我都會放在群組 因為這樣互動的東西會比較多 課程比較單純 像教材 所以你待會點到群組 好我剛剛已經開放了 所以我們永遠都放在第一個 這樣有沒有找到了 這樣你就知道 禮拜四我跑去哪裡了 有看到老師的名字了吧 上面有很多我的 你在下面找 但是這裡不要看 我知道你都不小心看到他 但是OK啦 那你點進來 在右上角這裡 有沒有個加入 你按下去這樣就成功了 好那這個 課程的部分 就是群組的部分 我剛講的都是公開的 所以如果你今天你先暫時用訪課 沒關係 你要回去之後你覺得 這個平台我還蠻喜歡的 你可以用你正式注射一個賬號再進來 那你進來之後你就會看到 我們簡報有沒有在這裡了 因為我想說夜宿很多啦 直接印給你 下次要包便當 雖然比較好用 但是還是浪費 所以你就在上面看 你覺得喜歡 你再來上面看彩色版的 好 那我們在這個整體的主要的教材內容 放在任務這邊 你會放到這裡有沒有 有很多的 好都放在裡面了 那另外呢 我們在右手邊這裡 對的 如果你不喜歡的話 你也可以退出 所以這個很自由的 那你往下走 我們今天會用到軟體 我也有放在這邊 但是我不知道 理論上來講 今天禮拜六沒有人跟我們搶頻寬 除了推廣教育還有那個 應該我們速度會快一點 平常可能在學校下載也許慢 那另外呢 我們剛剛是不是有講 我們上課會做錄影對不對 你就直接從這邊進來就可以了 這裡我等一下會同步放到雲端硬碟上 好那另外呢 老師的數位學習網在這邊 我們家也有經營YouTube頻道 所以你如果點到這邊來 你就進入到我的那個 那個部落格裡面好那像這個是 去逢甲大學的 那麼你看這邊你就會比較清楚 待會我們錄影下來會長什麼樣子 比如說像這樣子 我們錄影的話 其實我順便問一下各位 你有沒有聽過摩克斯Mox 我們學校有一些老師有開 在雲端的就是 我們講的那個在對岸的話 在大陸稱作木刻 羨慕的木 其實都是一樣啦 都是直譯啦 只是用的那個中文不一樣 那我給各位看一下 因為摩克斯跟我現在上的方式 有點雷同 也就是說 他們使用方法都是會像這樣 你有沒有發現我都一段一段的 有沒有都一段一段的 然後呢 標題我會寫的很清楚 再來你看一下我們右手邊 原則上我們在做摩克斯也好 或者是一般的我的錄影 我原則上會在5到15分鐘以內 發現應該都沒有超過吧 當然偶爾會有一兩個我可能會 比較高的有超過 但是大部分我會控制一下 在一個 5到15分鐘裡面的一個主題 就把它講完 那所以你回去要看的時候 這樣子看哪一個部分 有沒有都會比較清楚一點 對不對 所以這樣OK嗎 可以 那我這一段到這邊